為什麼要這樣 我發誓 我現在所說的呢 都是事實 因為他在講在幹嘛 在外面畫什麼東西 我要控訴的這個人呢 是以前在我們 很久那個年代的那個秀場的時期 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主持人 他橫跨了 尖... 尖什麼 尖誰啊 尖什麼 他導演 兼演員 兼歌星 兼主持 兼創作 有 這麼明顯喔 來 什麼是 是這樣子 他本身呢就是一個 非常之幽默的一個男人 那有一天呢 我們在秀場 你知道秀場 每次在表演 除了是訪問的時候是亮的 其他都是暗暗的 然後有... 誰的... 他叫SPA-LINE 對 SPA-LINE 英格里斯尼耶 對啊 你這個證詞我們可能不知道 才信喔 然後你知道 因為那個每次呢 歌星要等下一個要唱的時候 一定會到旁邊Standby這樣 然後呢 我那一天剛好呢 就已經唱完 因為我那時候只是唱第一個小秀 唱完我就是進去 然後就換衣服了 然後就到處有時候看看晃晃 那一天我就剛好 要去那個舞台的旁邊 我就去想要偷瞄一下 結果我發現那個主持人 正在對下一個藝人 毛手 毛腳 摸胸 摸臀 然後呢 我發現這個主持人 是開心到不得了 可是那個女藝人是 就不知道該怎麼罵 因為怕拒絕會...她會生氣 然後呢 最主要 最可憐的是我 我就算看到了 這是最困難的 所以我發現 這個主持人 真的太亂了 我告訴他 OK 是誰... 不知道是誰喔 不知道 很精采 真的嗎 講得很精采 真的 想問誰嗎 我不想問 我已經知道了 要幫我們知道一下嗎 真的嗎 來... 當時的那個主持界的大哥 有好幾個都是差不多 你會猜得出誰 我拍過他戲的人不多啦 真的 他有當導演過 有 太容易猜了 其他來賓遇到這種情形的話 你們會怎麼處理 他應該會被我揍吧 你是說... 你是不管他是多大的大哥 你還是會當場翻臉 你再請問一下 是 那個女的就這樣被摸胸喔 對 就摸啊 對 他摸... 就比方說啊 旁邊那個舞台 旁邊不是都有黑幕嗎 黑幕什麼 對... 然後他就這樣啊 聊啊 然後就這樣 這樣摸喔 然後那個就... 他是不是穿到玩禮服用 對啊 因為他都... 因為你秀場一定都穿禮服啊 對 然後就有時候就... 然後就... 摸背裝這樣摸屁股 對...然後就摸屁股啊 這樣子 你來我什麼 就聊天啊 就約他這樣子 然後他就... 好... 就... 你會看到那個女藝人就是 不知道該如何是要這樣 當時看了多久 這個情形 我大概看了三分鐘 過癮 三分鐘也太久 不是 妳為什麼要看那麼久 為什麼 很爽嗎 看到底會怎樣 我就...我現在 好奇啦 所以那個時候 妳沒有這方面的危機 因為那時候都我爸爸跟著我 而且走的路線不一樣 對... 然後他們要對我下手 可能也比較不好看 那能不能被告 其實當年那種情形喔 現在不可能發生 對 現在不會了 年代不一樣 而且現在的女藝人 自主性很強 對... 我發誓 我說的話呢 不用發誓了 可以了 都是正確的 好 我現在要講的這一... 我要控訴的這一個人呢 他其實呢 他很會模仿 然後呢 主持得也不爛 然後呢 他呢 電影也拍得很好 這一個人呢 每次只要我們碰到錄影的時候 我都會發現呢 他漂亮的女藝人一來 他一定呢 會吃他豆腐 比方說 今天前帥君來了 他就說 來 妹子 來 來哥哥旁邊坐 妹子 你過來啊 妹子 然後你坐 改天哥哥陪您吃個飯啊 請你吃飯 看看電影好嗎 喝喝咖啡啊 然後就摸著人家的手 有時候呢 還勾人家的肩 然後還喜歡跟人家抱抱 其實當下我看呢 不是說 不是這樣 是因為我覺得他的動作不齒 他太下流了 而且呢 我今天就是要來控訴他 控訴他這一個人呢 超級的愛吃別人的豆腐 是不是胖胖的 你控訴完了沒有 你控訴完了 來... 差不多是這樣 線索1 很愛叫人妹子 對 在圈內沒幾個 線索2 住心電 圈內沒幾個 住三重吧 不 他不住三重 他不是住你家附近 No... 他住心電與巴桑中間 他拍... 他拍電影 然後呢 有一次啊 就是在那個 就是迪捷啊 他們要請那個三明治的先生 劇主 大家去錢貴KTV 然後去喝一下 然後呢 當然有邀請這位男藝人 那我也有去 那彭哥怎麼沒去呢 彭哥那天 沒有...彭哥那天錄影他拍戲 我沒有啊 哪一天你... 繼續 繼續給我講清楚 然後...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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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男藝人一來呢 當然是以迪捷的個性 就叫他來先喝三杯再說 那一杯都是這麼大杯的紅酒 紅酒 你知道你老婆的個性嗎 就... 他自己都沒什麼喝 都叫別人喝 然後哭... 他喝了就開始有點茫了 然後呢 就叫我的助理來做他的大腿 來 妹子啊 妹子 大哥的腿 我好好的照顧你 結果就喝啊 他就喝很多了嘛 然後要走我就覺得不對了 應該要把我的助理帶走了 我就跟我老公 我們大概就要走了 要走了 當然我有開車 我就跟我老公要走了 然後呢 那個...那一個男藝人 就叫了一台小黃 因為他沒開車 因為喝酒嘛 不能開車 然後小黃一來的時候 他一上車說 把我的助理說 來 走 妹子 我回家 把我的車送你回家 繼續 直接就說要送 我說 拜託 你也幫幫忙 大概知道了 好了 你也稍微休息一下 你不同路線 你是要載人家回去 你幹嘛那麼無聊 妻婆 他說沒有啦 妹子 過來...我載你 我說不用... 我就把我的助理拉走了 然後呢 他就... 他就鼻子摸了 就走了這樣子 然後走了回到家 還一直狂摳人家 不是啊 為什麼他會有你助理的電話 沒有 是我們一起去啊 我助理也在啊 對 他不是回去 他怎麼有他的電話 有他的電話 這我就不曉得 他什麼時候留的啊 就是用那種建章 你電話給我 我自己的電話就有了吧 然後就傳簡訊給他 他就說妹子啊 你到家了嗎 這樣子 妹子啊 對 小心啊 這個行為我曾經遇過這種 還是你曾經做過 不是 我遇過 而且這個人是在我店裡 因為有一年呢 我們在... 不是有年 去年吧 去年我們在辦生日派對 我是不知道他為什麼會來 他也是妹子啊 妹子啊 妹子電話幾號 同一個人啊 而且張克帆的生日啊 對 妹子啊 來嗎 白雲哥照顧你... 白雲哥照顧你 白雲哥照顧你 啊 死啊 倒啊 啊 慘了 每次跟他一起錄影 他又... 妹子啊 怎麼樣啊 他如果穿個低胸的怎麼樣 然後結果過年的時候 他不是說會傳簡訊拜年吧 對... 他都是傳那種文言文的 但是今年他有傳給我 那天我剛好正在跟大家開玩笑 也心情很好 我看到他簡訊拜年了 我就馬上再回給他 我想說跟他這麼直接交情 也夠到那 我就直接回傳說 那我也祝大哥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賺大錢發大財 還可以摸大奶喔 我想說跟他講 因為他是最愛的嘛 對 那我就這樣傳出去給他 結果馬上他再回傳 他就說 他就再回一個 那麼哥哥 哥哥現在在好像花蓮還是台東 要做跨年活動 那麼等明天哥哥回台北以後 馬上去摸妹子妳的大奶 等我啊 再回大奶 妹妹 她的下不下流 蠟燒 蠟燒開 開 好玩 對 可是他都對大奶都這樣子喔 就是很...很喜歡虧他們 然後我很喜歡就是 就有時候吃他們的豆腐 可是他永遠傳給我的簡訊 都是三字經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說 把你當兄弟了 對 把我當兄弟了這樣子 我剛剛說出了誰嗎 我跟你講 你剛剛當兄弟也好啦 要不然對不對 你也被摸大奶 好嗎